丧尸爆发第三个月,准备离开蔡美县城,话街上集,经李彦所描述,那些末世中的小混混,现在都盘踞在东街的一家私人医院。 我先来到乔乔发现的宠物店,进门就开始翻找起狗粮,我没养过狗,所以也不知道什么狗粮比较好,所以每种我都拿了两袋,另外各种罐头和营养膏也没有放过,可能是前两天相机的原因,街上并没有发现人类的踪迹。 我推着小推车,不回头的朝着一家爆竹店奔去,这也是我向李彦打听的,这群小混混差点把乔乔杀了,我不可能当作什么都没发生。 走进店里,我没去看那些花里胡哨的烟花,直接挑选了大串鞭炮和那种四四方方合状的礼炮,这两种烟花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点燃后声音特别大且持久。 我打算送给这群畜生一个小礼物,等到装完烟火,外面的天色已经开始变暗,我坐在店里,静静等待黑夜降临。 八点半,黑幕彻底笼罩天际,此时整个县城彻底陷入一片黑暗,只能借着满天星光隐约看见模糊的道路,见时机到了,我推着手推车走出烟花店。 街道上的丧尸依旧在游荡,企图寻找一切可以吃的食物。丧尸的食谱很大,只要是肉食,哪怕是严重苦烂的尸体也不放过,但它们之间却不会发生同类相识的情况,这一点保留了大多数动物的习性。 那个私人医院距离这边不远,我挑了个小路,慢慢的摸了过去,仔细打量着前方的医院,在整个县城都陷入黑暗之际,医院的房间内竟然还透出明亮的灯光。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,医院都配有备用发电机,用来防止突然停电,医院大门紧闭,外围停车场的院子围墙也被压固过。 观察了一大会儿,我才重新收回目光,我有些高看这些混混了,没有暗哨,没有夜间巡逻队,甚至连TM看守大门的人都没有。 就离谱儿,我把小推车推过来,瞄准医院大门,我迅速用打火机点燃引线,瞬间把小推车推了出去,同时我转头拔腿就跑,小推车快速朝着医院门口撞去,下一秒,击里啪啦,震耳欲露的泡场声,在寂静的夜空下响起, 不断在县城中回荡,电炮声和里炮声交织在一起,配上漫天团星,有种别样的荒诞感。 几分钟后,密密麻麻的丧尸嘶吼声从四面八方传来,无数丧尸奔跑的脚步声连成一片,甚至连地面都在微微颤动。 借着炮涨的火光,只见黑压压的尸巢不断涌来,冲向县于暗,我藏在角落,不由暗自则舌。 好家伙不会把整个县城的丧尸都引来了吧? 如此规模的失潮,一个小小的医院很难抵挡,对于这群混混的下场,我不想知道反正礼物已经送到了。 我靠在墙边,大气都不敢喘地向着前溜去,就这样半个小时后,我终于到了宠物店这边,这边丧尸没多少,估计都被吸引到医院了。 虽然剧烈运动已经让我累成狗了,但是还是强打精神,推起之前拿好的狗粮,就往服装店跑去,一路上基本没有丧尸。 我看着黑漆漆的门口,轻唤道,狗子,出来。 下一秒,一道黑影从黑暗中窜出,来到我身边,德木发出委屈的乌业。 今天被关了整整一天,又渴又饿,此刻见到我,立刻开始撒娇。 好了,别矫情了,看看我给你搞了什么好东西。 揉了揉,狗子毛茸茸的脑袋,我拿出一袋狗粮,闻到熟悉的香味,德木立刻变得无比兴奋,不断上蹿下跳。 趴下,我轻喝一声,闻言,德木立刻乖乖做好,眼中满是期待。 就这样,狗子兴奋的吃着地上的狗粮,我看着狼吞虎咽的德木,暗暗想到,好像是时候离开县城了。 丧尸爆发第三个月,我们准备离开县城,踏上新的生存之路。 化街上集,围完狗子后,我把狗粮放置在后备箱,开车带上狗子,便立马回到了牙医诊所。 李燕问声赶来,见我平安无事后,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下来,其实他倒不是担心我的安危,而是我一出事,就没人带他们母子逃离县城了。 瞧瞧,怎么样了? 恢复得很不错,高烧没有再复发。 李燕答道,我点点头。 车上的食物还够,先让乔乔养两天生,好的差不多了,咱们就出发。 好的。 李燕应了一声,带着小孩走了出去,由于之前在宠物店睡了几个小时,我现在不困。 另外,和一个陌生女人同处一个屋檐下,我也不敢睡。 对于李燕,我始终没有放松警惕。 谁知道这个看似胆小的女人会干出什么事儿。 我坐在办公桌后面,拿起李燕给我的小地图,研究起之后行走的路线。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泰美线,往前走十公里,就会到达埃市护城河。 因为河水比较深,而且丧失爆发时间也不短了,脚体破损程度也不明确。 我的计划是,不走大桥,准备绕过去。 绕过护城河,应该就会到达壁市边界的一所核电站。 这样,之后就应该距离名人他们的研究所不远了。 我看着图纸,大脑飞速思考着,就这样,时间悄悄的流逝。 转眼间,两天后的早上,天色开始蒙蒙亮起。 当微弱的晨曦透过门缝打入房间,我起身把李燕和乔乔两人叫醒。 乔乔的运气不错,手术很成功,并且手术过程中也没有被空气中的病毒和细菌感染。 休息了两天一夜,此刻看上去精神饱满,只是行走还不太方便。 等到我搀扶着乔乔从诊室中走出来时,李燕和他儿子已经穿戴整齐。 来到外面,我观察了一下,那天晚上的烟花泡足效果太好, 以至于附近几条街道的丧尸全部都吸引了过去,一路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丧尸。 上车! 我来到车前,招呼一声,越野车的空间不够大,更何况这还是加大款,后排空间绰绰有余。 点火,启动,发动机,顿时发出阵阵轰鸣。 握着方向盘,我操控汽车,迅速朝着前面驶去。 李燕回头看了眼县城,神色复杂。 你要去哪? 戴篮子装。 李燕立刻答道,显然,这个女人早就想逃离县城了,落屌的地方都已经提前找好,我继续问道。 位置在哪?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,大约五公里左右就到了。 目的地和我们的顺路,我点点头,默默开着车,就这样,半个多小时后,越野车缓缓靠向路边。 车门打开,李燕抱着小男孩。 谢谢。 冲着我,郑重地道了声邂逅,李燕牵着儿子迈步,走向通往村子的岔路。 透过车窗,目视李燕母子的身影渐行渐远,小乔欲言又止,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。 察觉到她的异样,我轻笑道。 是想说,我为什么不戴上他们? 乔乔柔声道。 毕竟是医生,虽然只是个牙医,但总体而言,戴上她力大于弊。 在末世,医生的重要性几乎与食物划上等号,这一点两人心里都很清楚。 我给她过机会,但她没有珍惜。 当李燕为了撕心,选择说谎的那一刻,我就觉得带她一起逃亡的心思,一个牙医,不值得她冒这个险。 同样是女人,但乔乔却不同,县城受伤不是她的错,只是武器上吃了亏,一路上她的表现也并没有让我失望。 短短几天时间,成长迅速。 丧尸爆发第111天,我们收集完物资,离开了泰美县城。 越野车上,本应该在副驾驶的乔乔,惬意地躺在后座,一双笔直修长的腿露出。 只是小腿上缠绕的纱布,影响了整体的美观。 而狗子却在副驾驶趴着,显得格外滑稽。 幸好之前,在五八同城买了辆二手越野车,要不然在丧失恒行的末世中,还真不好办。 我们昨天已经绕过了北市护城河,目前已经真正到达闭市了。 隔着,突然,越野车来了个笛杀,乔乔神色一变,目光警惕地问道。 怎么了? 我刚才好像在路边看到一片西瓜地。 西瓜? 乔乔双眼一亮,不受控制地咽了下口水。 自从丧失爆发后,我们就再没有吃过新鲜水果了。 在这闷热的天气,能吃上一口西瓜,那简直太享受了。 你待在车里,我下去看看。 吩咐一句,我推门走下车。 这段公路十分偏僻,望眼望去,看不到一个丧失,道路两旁是大片草地。 果然,在不远处,虽然太阳的反光遮挡了视线,但我还是一眼看到了那圆硕的西瓜。 舔了舔干燥的嘴唇,我快步走进瓜田。 环顾一圈,来到最大的那个西瓜面前,蹲下,轻轻在西瓜上敲了敲。 碰碰,运气很好,这大西瓜已经彻底熟了。 我没有太贪心,挑选了三个大西瓜后,便抱回了车上。 看着三个十几斤重的大西瓜,瞧瞧眼中闪动着笑意。 怎么不多摘几个? 解个铲就行了。 我关上车门,重新启动汽车。 闻眼,瞧瞧深深看了我一眼。 过游不及这个词,所有人都知道,但却很少有人能克制住内心的贪婪。 夕阳渐渐吸血,眼看着傍晚来临,我放缓车速,开始寻找今晚过夜的地点。 很快,路边的小村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 村子零零散散,坐落着十几间平房,估摸着丧尸,应该不会超过三十个。 而且,农村里的青壮年并不多,几乎百分之九十都是留守的老人小孩。 这些老人病变成丧尸后,战斗力并不强,甚至可以说很弱。 唯一的威胁,仅仅只是他们身上携带的丧尸病毒而已。 就这样,我驾驶汽车,缓缓驶入村子。 而这时,我却不知道,在不远处的一栋两层小洋房内,一男一女正趴在窗前,注视着我们。 丧尸爆发第三个月,我们采摘完路边西瓜后,进入了路边小村子过夜。 见我驾驶汽车驶向村子,不用提醒,悄悄就已经提前进入状态。 随着越来越深入,发动机的轰鸣吸引了几个丧尸的注意。 我一踩迎门,加速撞飞迎面跑来的几个丧尸后, 我将车停在一间大门敞开的房前,然后迅速下车。 手握西瓜刀在一旁警戒,而乔乔和带着德木一起快步走进屋子里。 看着不断从村子各处涌来的丧尸,我神色淡然,手中西瓜刀狠狠刺出,迅速解决了两个老年丧尸。 大批丧尸不断涌来。 屋子里安全。 就在这时,乔乔的声音在身后响起。 闻眼,我立刻撤到屋子内。 在我进来的瞬间,乔乔立刻将一张饭桌推到门前,把门堵住。 一瞬间,丧尸不断撞在门上,小门剧烈抖动起来。 我们死死顶着桌子拿起西瓜刀,不断地利用门缝踢卡着门外的丧尸。 而这时,不远处的房子上,那个男的看见我,轻描淡写地解决掉两个丧尸后,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。 我擦,这根本这么猛吗? 一旁的女生犹豫道。 杨尘,我们要不要去帮忙? 闻眼,名叫杨尘的男生神色怪异道。 你疯了,那么多丧尸,我们怎么办? 那我们就在这看着。 当然不是。 杨尘黑黑一笑,眼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芒。 那辆车里应该有不少吃的,趁着现在藏尸被这两个人吸引过去,我们悄悄摸过去,拿点吃的回来。 女人闻言,迟疑道。 这,偷人家东西不太好吧。 见状,杨尘忽然灵机一动,翻出钱包道。 这样,我们到时候把钱留在车上,不算是偷了。 拿钱买,总归合情合理吧。 好,好吧。 高一犹豫了片刻,感受着魏力传来的振振饥饿,最终还是点头答应。 镜头回到弹塌这边,一个个丧尸倒在门外,可即便如此,另外的丧尸依旧没有感到丝毫恐惧。 一个个如同狂暴的野兽,不断冲向屋子。 然而此时,我和乔乔都没有注意到两道臃肿的身影,鬼鬼祟祟的朝着越野车摸去。 快一点。 眼看着丧尸越来越少,杨尘心惊之余,转头轻声催促了一句。 两人溜到越野车后面,轻轻地打开后备箱。 当看到里面满满当当的物资,杨尘心头一阵的惶喜。 快,多装点。 他拎下一袋大迷,忽然发现里面还有不少罐头,拿起几盒罐头,他头也不回地递给女友。 这可是好东西,晚上有肉吃了。 官看了一眼手中的罐头,高一轻声提醒道。 杨尘,这好像是宠物狗吃的罐头。 哈,狗都吃得这么好。 杨尘低声暗骂一句,就这样,很快,两人手中就提满了食物。 杨尘低头看了一眼,正沾沾自喜之际,突然,身后的高一大呼一声, 出现一个黑影,一下把他撞翻,手中食物散落一地。 高一满脸痛苦,等回过神,他这才看清袭击自己的赫然是一条德目。 丧尸爆发第三个月,抗击失潮之际,竟然有人偷我车上物资。 没胆子杀丧尸,竟然有胆子偷我的东西哈。 我踏过门前,高高的尸堆,迈步朝着两人走来。 我,我们没有偷东西,我们给钱了。 站在一旁的高一开口反驳,瞥了眼后备箱边缘的几张钞票, 我反问道,我同意,卖给你了吗? 高一脸色一红,眼中满是羞愧之色, 瞧瞧一蹶一拐地来到我身边,问道, 什么情况? 两个小偷被狗子逮到了。 我简单解释一句,缓缓从腰间掏出手枪, 看着黑油油的枪口,杨尘把食物一扔, 一下跪倒在地上。 别,别杀我,求求你,都是高一, 是他唆使我来偷东西的,本来我是想打算来帮你们的。 杨尘不是高一,他很清楚这两个人绝非善类, 从他们能轻松干掉二三十个丧尸, 以及后备箱里丰富的物资就能看得出来, 卧室里,敢开着车到处乱跑的都是狠人。 听到自家男友的话,高一满脸,不可置信, 心中最后一丝愧疚也彻底烟消云散, 他气得浑身发抖,与气机动道。 杨尘,明明是你说要去偷东西, 是你说要把车开走,现在反而把脏水往我身上泼。 我真是瞎了狗眼,才会看上你。 高一,你别血口喷人。 敢做不敢当,我还是不是男人。 就在这时,我忽然嘴角一邪,柔声道, 开个玩笑,我们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, 怎么会杀人呢? 这番话让杨尘一愣,回过神后, 他心中顿时升起一股狂喜, 用颤抖的声音问道, 真,真的吗? 当然是假的。 香声骤然响起, 杨尘身体一颤,直接倒在血泊之中, 如果对方只是单纯偷点食物, 那我稍作惩罚,让他们长点教训就行了。 可对方竟然想趁乱开走, 我在五八同城上买的二手车, 我心中杀一顿声, 见高一愣愣站在原地, 瞧瞧挑眉道。 你还不走吗? 不会真的想吃子弹吧? 虽然杨尘刚才的话让高一十分愤怒, 但仅仅只是愤怒, 此刻亲眼看到对方死在自己面前, 强烈的冲击感让他大脑一片空白, 高一目光惊恐, 想忍住胃里的翻涌, 而后快步离去, 目视他的背影, 我摇头失笑, 这种女人在墨室里活不长, 没必要浪费子弹, 处理完这档子事情, 我转过身, 看着大量的丧尸尸体, 不由的叹了口气。 走吧, 把丧尸尸体处理一下, 然后准备开始做饭吧。 说到做饭, 瞧瞧顿时来了精神, 我刚才看到东边有片菜地, 我去看看都有什么菜, 弄点回来。 我点点头, 转身朝着屋内走去。